所以我想问一下传累 你想要加入哪个战队 其实我内心已经是有了决定的 这个还是和我追求的 个人的一个理念有关系 我觉得平衡 那么酷刀老爷有了很强的选手 包括我们的什么陈老师也是有了 我们的周助理人有凯文 我们也是老友 所以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我会选我们的夏助理人 非常明智 太棒了 可以 夏之光 终于有人了 好 接下来就到了泽远 泽远 你想要加入哪个厂牌呢 然后我觉得我这边呢 其实也非常需要您 然后我也知道您是赛车手 然后听您刚说的话 您也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 如果您来我这儿 我觉得我们的厂牌 我们来陈胜 感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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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有这个理念嘛 就是咱们 就是真的是把这个文化做好 它是最关键的嘛 然后现在我的选择还是 现在我的选择还是 加入这个夏老师的车队 因为上的话我可以跟刚才那位选手 有一个很好的配合 对 恭喜沈老师 化疗失败 化疗失败 是 化疗失败 化疗失败 我觉得他心意已定 所以恭喜泽远进入到了 夏之光的长牌 恭喜二位 谢谢 好 来 恭喜二位 恭喜 也谢谢泽远 谢谢你 过两天见 其实泽远和传雷 我其实想着 他们两个只要有一个劲就行 只有两个都没有 受着很多惊 而且感觉有点愁起来 还要变天鹅了 有点逆袭了 有点 目前两个我觉得 最棒改装赛车的改装师 都在我这